高舉標語憤怒示威 斯里蘭卡民眾重返街頭 要帶領總統威克瑞米辛克 立刻下台 民眾不滿 因為他由出逃的前總統 輕一點接任 因此被示威前朝人馬 不過他接受CNN獨家專訪 痛批前朝 試圖切割 你剛才說 總統主席 是重要告訴真實 你認為前面的政府 在斯里蘭卡民眾告訴真實 沒有 他們不是說 他們在罵人 他們在避免事件 他們在避免事件 我們在延避 我們需要去CNN 他同比前總統說謊 害斯里蘭卡破產 還得向國際求助 不只大動作切割 還讓民眾信心喊話 我們已經回來了 我們必須把自己 買鞋子 但我們可以做 我們不需要5、10年 以下年來 再確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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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強調救兵已到 和IMF的紓困協商 進入最後階段 新總統選舉 將在週三舉行 獲提名的三位候選人 反對派領袖普雷馬達薩 稍早宣布退出 改支持前內閣發言人 阿拉哈佩魯馬 目前看來 現任道理總統 最有希望出現 斯里蘭卡 勢必再度陷入動盪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